时间长了,爱情肯定会步入平淡期,她开始背游戏,手机,朋友等其他事情分散注意力,目光不再像以前那样紧紧跟随着你, 怎样才能回到热恋时期,提醒她常常想你呢?小编为你甜蜜之招,十个恋爱技巧时刻打造新鲜感,让她每天都想你,一、发送浪漫信息通讯技术的发达让沟通随之随地都能进行,无论你们身隔多远,身处何地,一个短信或微信消息,立刻就能拉近彼此距离,现在的网络沟通快捷及时,而且样式丰富,除了文字, 更有许多可爱贴心的表情符号,为对话增添许多乐趣,看起来更加生动形象,妙趣横生,就像你们在真实对话一样,一句简短问候,或一个小玩笑,都能时刻提醒她你在这里,二与闺妮结伴旅游与闺妮结伴出游,离开她的身边,反而能让她更想你,没错,通常情况下,在你刚离开的那段时间,她会像一匹拖了江的野马一样, 无比自由,在没有查岗的电话短信,也没人时刻要求她的言行,一切都可以为所欲为,但这种情况持续不过两天,第三天,她便开始怀念你的束缚和管教,怀念你在身边的照顾和一切都被安排的紧紧有条的生活, 短暂的离开不仅有助于为双方创造更多个人空间,更有利于感情生恩,小别圣新婚便是如此,三,送她小礼物 也许男生不善于主动创造生活情绪,但他们一样乐于收到惊喜,如果她的某个举动让你倍感贴心,送给她一样小礼物吧,一种她喜欢的零食或与爱好有关的物品,都能代表你的心意 一让她高兴鼓舞,男人经常猜不透女人心里在想什么,所以你要想方设法,让她感受到,你实实在在地表示 四,爱心便当想拴住男人的心,首先要拴住她的胃,当她在工作中满脑子都是项目任务,上下级同事时,吃饭时间打开你的爱心便当,看到你为她特意准备的健康午餐,便能体会到你的计划,将工作烦恼抛到九霄云外 不同于外面充满各种食品安全问题的饭菜,手做午餐安全放心,不仅充满你的一片爱心,更能保障健康干净 如果想让她在工作时间想起你,学做便当吧 五,让她给你打电话 如果你们之间,你是经常主动打电话的那个人,赶快停止吧 现在开始,学着让她主动打给你,告诉她,如果想念你就给你打电话,让她体会在电话打出后,等待对方接通的那段时间,期待而又忐忑的心情,让她更加了解你的内心世界 所以,如果她打给你的电话慢慢多起来,说明她能够主动表达对你的想念,这种想念也开始变成一种自然而正常的生活习惯了 六,发送可爱图片 只发表情图案怎么行 当你在做某件事,想要得到她的意见识或希望她与你讨论一番时,把你现在的样子拍下来,立刻发送出去,就能马上让她看到此刻的你 这种时候,自拍不仅能满足女人自我心,赏得心理,更能缩短你们的沟通距离 无论可爱,搞怪的表情,还是丰富有趣的背景,都能成为话题,让你们在一起的时间更多 七,不要马上回信息,收到她的消息之后马上回复,有种放下一切专门在等她的感觉一样 人们通常有这样一种心理,先回复的那个人是爱得比较多的那个人 如果不是要紧严重的事情,收到短信后几分钟,或更长时间之后再回复,会营造出一副我很忙的假象 让她知道你的生活重心并不是她,渐渐的,她的感情天平就会倾斜过来,变成立刻回复你的那一个 八,给她更多空间,不要让生活围绕着你的男人,为自己腾出一些时间,专注在自己的事情上 或保持与朋友闺蜜的正当来往,她会感谢你给她呼吸的空间,同时也会逐渐对你产生危机感 担心你身边是否会出现特别情况,危机感在某种程度上是促进二人感情维系的好方法 有担心才会有关心,太放心反而容易减小自己的吸引力,让她想念你,就是这么简单 三,在生活中,如果大家遇到心动的人却不会疗憾,情感破裂,情感总不顺的问题 如果在疗憾的道路上遇到了无法自行解决的困难,说出你的故事和疑惑,只要你需要,我们时刻陪伴在你身边 一,面对男人,你不再尴尬脸红 二,你会提升情商成为情场高手,不再被渣男套路 三,快速识别渣男惯用套路,远离渣男 四,调控自己的行为和思想,不再为情所困 五,学会人际交往,如鱼得水 六,玩转男人和职场,爱情和事业双丰收 你小冷,十爱二四六,你身边的爱情保鲜师 谢谢大家